据媒体报道首尔地方警察厅厅长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警方对Burning Sun夜店事件长达三个月的调查逐渐进入尾声 在这三个月里共有23名嫌疑人因涉嫌散布非法视频、逃税、毒品犯罪等罪名被拘留 警方对胜利的调查也已进入尾声 警方对于这周内申请拘留胜利 而是否有必要拘留胜利将由法院根据案件的重大程度 胜利有无逃逸或是销毁证据的可能性来决定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